办完婚礼没领证 新郎却不幸去世 新娘能不能领死亡赔偿金 综合媒体报道 2019年6月 李梦在路上遭遇车祸 不幸死亡 事故发生后 交警部门做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认定李梦在事故中无责任 李梦和未婚妻柳娜已经按照民间习俗在家乡举办了婚礼 只差到婚姻登记机关领取结婚证了 意外发生后 柳娜和李梦的生母周芳 父亲李成 共同签订了一份协议书 2020年 周芳向交通事故发生地所在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做出判决 判决事故责任方和保险公司 共同向周芳支付丧葬费 死亡赔偿金 交通费 务工费 以及精神抚慰金合计约人民币82万元 李梦的禁母郭新得知消息后 将周芳告上法院 法院树立了其家庭关系后 依法准许未婚妻柳娜参与诉讼 并依法追加李梦的奶奶袁平参加诉讼 李梦的未婚妻虽然不是法定的继承人 但是在李梦去世后 他和李梦的父母也达成了分配协议 听审中 柳娜主动提出自己只要7万元就可以 超出的部分赠予给李梦的生母周芳 据法官介绍 鉴于李成 周芳和柳娜在李梦死后签订了协议书 约定了赔偿款的分配方式 该协议书是李成周芳自愿签订的 是真实意思表示协议有效 日前 桥口区法院作出判决 生母周芳分得34.2万余元 进步郭欣 奶奶原平各分得6.17万元 同父一母的弟弟李中分得6.45万元 未婚妻柳娜分得7万元